立委选举来看民进党比较艰困选区在哪里呢 就是左营男子嘛 这边被视为是蓝营的大票仓 那么现在没人要选传出民进党 要征召高雄市政府的法治局长许明春来参选 尽管呢在左南这边是一场硬仗 但也不是没有胜算 我们来算算票数哦 这个去年的高雄市长选举里头 陈局的票数如果把这个黄昭顺跟杨秋新的再加起来 那么陈局呢只是小输三千多票 那么加上这一次呢 蓝营初选的竞争太激烈 假设蓝营倒就真的分裂了 那对蓝营来说选情就不太乐观了 所以绿营还是有机会的哦 带你来看这边战况激烈 国民党高雄左南区立委初选即将进行民调 黄昭顺和张显耀两阵营把握机会 抢攻军军票 不仅看板户别苗头 就连扫接败票也不甘示弱 从南区一向是蓝军铁票区 2008年立委选举开票结果 黄昭顺大胜对手姚文质两万七千多票 不过去年高雄市场选战 黄昭顺和五党级杨秋新两人选票加起来 却仅仅小赢对手三千多票 蓝绿版图出现明显消长 再加上黄昭顺和张显耀初选打得火热 就连郡村里长始终都不愿表态 就怕得罪任何一方 万一蓝军出现分裂 绿营将大有可为 参选人和里长都认为蓝军分裂 可能性不高 倒是传出将代表民进党出征的许明春 认为选举没有绝对输赢 有一波机会 这是很有意义的一战 所以如果有被征召的话 我也会全力以赴 担任高雄市政府法治局长许明春 义不荣则在绿营监棍选区开枪辟土 万一蓝云继续两强相争 难保不出现铁票生锈的局面 反而让绿营后市大有可为 三连新闻王思武 朱伟达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